桃園近期是累计有10例的新冠肺炎确诊 其中有护理师夫妻曾经前往的南门市场 在休市两天大消毒之后 今天重新开月 但是人潮却锐减 至于他们所前往的餐厅和小吃店 依然是没有营业 没有菜市场的热闹气氛 乍看之下摊商人数比消费者还多 桃園南门市场在休市两天进行大消毒之后 21号重新开市 但毕竟曾经有确诊者到访 民众信心似乎尚未恢复 摊商直呼生意差好多 另一家确诊者去过的广德海鲜餐厅 仍然拉下铁门没有营业 之前也有卫生局前来消毒 但业者仍找清洁公司二度消毒 并谈言生意大受冲击 此外确诊者到访过的大肠面线小吃摊 与豆浆店也是在消毒后持续歇业 博令一确诊者到过的麦当劳则已开门营业 桃圆出现新冠肺炎实力确诊案例 有些单位要求人员占款或减少前往桃圆 受疫情冲击 桃圆有饭店表示住宿与餐饮的预定 皆出现民众来店要求延期或改其他方式消费 此波疫情也让不少打算在春节出游的民众心慌慌 花莲民宿订房在去年底已经超过九成 但最近也有人考虑退订 更有民众决定提早度假 花莲观光旅馆工会也表示 订房已达八九成 不排除会有因为疫情而退房的可能 但认为过年期间若花冬天气好 应该还是能吸引民众前来 记者综合报导